先看一下 我把上次课的内容 我们学的是第一行和第二行 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我们还没有学 那我先把这个内容读一下 然后我们听一下 读一下 然后把这个原词的部分 我们再回顾一下 再开始听一下音频 以及我们开始新的内容的学习 前面我们学的两部分 一个是A 他对B说 Shalom Zekhi Kisehili Shalom Zekhi Kisehili 那Shalom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你好 招呼 无论是陌生人 还是认识的 都会用这个 Zekhi Kisehili 刚才我们在前面这个 第二题当中 我们复习已经看到了 他的意思就是 这是我的座位 Kiseh是座位 Kisehili是我的 属于我的的意思 所以连在一起 Zekhi Kisehili 就是这是我的座位的意思 那这个我们现在放的是 这个拼音的部分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 希伯来语的这个内容的部分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拼音的部分 我们快速来回顾上次学的内容 帮助大家把这个声音 这个该怎么发音 先想起来 然后后面继续听的时候呢 已经学习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字母当中来 这样的话我们终于一天要脱离这个拐杖 第二句话他说的是 Decida Gamow Decida Gamow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稍等 如果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单词表 我们就可以看到 Gamow这个词上次我们已经进行了学习 我们再回顾一下 Gamow这个词呢 它是表示finished Complete 是完全 结束等等的意思 放在一起 和Becida放在一起的 就是说完全没问题 它是对 对方提醒说 这是我的座位 你做了我的座位的一个回答 意思是 好的 完全没问题 我可以让开 这是Becida Gamow 这个句子的含义 大家应该还记得 这是我们新学习的一个内容 那这一句话是刚才我们 第一个测试当中 回顾的这个内容 Shmi Anna Shmi Anna 它的意思就是 我的名字叫Anna 或者直接简单翻译就是 我叫Anna 这个比较简单的一种表达 自我介绍的一个 三种句型我们已经学了 一个是Annie Anna 一个是Shmi Anna 还有一种叫Korim Lee Anna Korim在这里有写的 Korim Lee Anna 是我们原来也学过 自我介绍的第三种说法 但是跟这个问句 是相关的 可以用到这个Korim 这个词意思就是 别人叫我 Li就是 To Me或者是For Me 等等这种做法 就像我们前面学的 这个Shmi一样 这是 我相关 属于我的意思 Korim Lee的 就是别人叫我Anna 这个是我的名字叫Anna 还有一种最简单就是 我是Anna Annie Anna 三种不同的句型 都是自我介绍的这个 自我介绍的这个说法 我们现在等于说 三种都学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总结 Korim Lee Korim Lee 这我们 因为原来我们在学 那个课文的时候 学的是Korim Lee Tal 我叫塔尔 大家可能 算一下我们过去的这个笔记 还记得 那这三种 一个是Anna 一个是Shmi Anna 这个是Korim Lee Anna 这三种句型 大家要把它放在一起 等于说是一个 同一个意思 只是具体在具体细节含义上 略有差别 表达同一个内容 最后这句话 Korim Lee Tal Korim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别人称呼我的意思 这个是第三人称附属 They call me Ak呢 它的意思是How Le Tal 就是别人怎么称呼你 How do they call you 英文单译就是这样 中文就是 别人怎么称呼你 其实在转化成为 比较正常的 熟悉的中文 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Echko him the car 也可以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回答也是Shmi等等等 那后面我们这一课 新学的内容 那我们先听一下 先听一下 我们听一下原声 然后我们再开始 请大家练习一下 我们上一课学的这些内容 我们再开始新的内容 好 大家稍等看 我们开始 小宗老酒 谁 订道 ин川 检查 你 實在 好,我们再听一遍哈 我们听了两遍了哈 他读的是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哈 先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你好,这是我的座位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句话上次我们是分两次来学的 一个字 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学 我们这次也放在一起来读 完全没问题 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让开 完全没问题 就是我的名字叫安娜 好,那我们来请大家读一下 Besida Gamu Shmi Anna Besida Gamu Shmi Anna 好,我们进入最后一句话哈 上次学了这个 练了三个部分 最后这个问句的练习 你叫什么名字 或者说别人怎么称呼你 Ech Korim Lek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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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练这句话哈 Ech Korim Lekha 把它变成进入新的课程练习的哈 因为这是同一课的内容 我们先把这个上次课 我们基本上把新单词都已经全部都讲了一遍 句型也都讲了一遍 但是这次课呢 我们学了新的内容的这个把它放到句子里了 我们把这个新的单词放到句子里了 我们还是一句话一句话的来解释哈 前两段我们已经看完了哈 接下来我们看 因为这是直接用拼音的方式 我们就直观的看到这句话应该是怎么读的 它内容是 Shmi Jonathan Jonathan是人名哈 实际上是Venatan 这个我们抄写名字 这个该怎么 这个拼写 我们后续待会再抄 我们先把这个读音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Shmi Jonathan 这是我的名字叫Venatan 和前面这个Shmi Anna 一回是哈 Shmi Anna Me Jonathan 这个一样的句型 就是换了名字 换了个人 自我介绍 他说他叫Venatan Venatan Meinat Meinat 他连读 慢慢的读就是Meinat 这是这次课的这个核心句 核心句型 意思就是你是从哪里来 或者说你从哪国来 它是我们在上上次课学的那个Meinat 的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课件 对这个句型的解释 大家稍等 在这一页上 那Meinat 或者是Meinat 因为这里选择了 对方是女性的时候 的问句 的问句 Meinat 在这里 Meinat 那 他的这个问题 是用于 政治场合 陌生人之间 或者是学术环境 也就是说 Meinat 是一种 不是那么严格 也不是那么严格的 或者是熟悉的人之间 这样的问法 但是 现在的现代西伯来语 越来越更注重于这种 Meinat 的那种用法 这种呢 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确实 也在用 这是大概这两种用法 之间的一种比较吧 大家都要知道 Meinat 或者是 Meinat 这个连读可以 这个Nun 和这个 Vad in At 连层 Not 所以大家可能 可以会注意 他这个 Meinat 会连读在一起 以及 在这个地方 如果去掉这个Mem 就是这个 From的意思 From where 他连 就是从哪里来 你 从哪里 你 他是这样的直译 实际就是 你是从哪里 来的 这样一个问句 当中这个 这三个字母 放在一起 和Mem 连在一起的时候 是读 Mein 但是如果它单独出现的时候 我们以后会学到 它是表示一个否定 表示一个否定的词 它是另外一个意思 读成 In 就是没有的意思 在我们以后学 明有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句型的时候 回答我没有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用的是In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带出来的一个点 就是它和Mem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另外一个词了 好的 就是上次 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内容 这次我们再把它放在一起 再回顾一下 大家 我们再回到刚才 刚才这个页面 好 所以 这个 刚才我们最开始 她的对话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首先是约纳丹 她看到安娜 做了她的座位 所以她说 Shalom 你好 你做了我的位置 这是我的位置 那就说 我没问题 可以让给你 我要交还给你 我叫安娜 你叫什么名字呢 约纳丹这个时候回答 Me Jonathan May I not Me Jonathan May I not 我叫约纳丹 我的名字是约纳丹 你从哪里来 这是她的一个回答 所以我们先看到 这是第一个 这个 这个 人的这个回复 我们今天要学的 新的内容 Me Jonathan May I not 好 那 我们先学了这一点点内容呢 我们 还是回来把这个 这个 单词以及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 句子 抄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单词 好 好 我们刚才读到了 Shme Jonathan Shme Jonathan 这个地方在这里 Shme May I not May I not 因为art这个词 我们已经学过了 我们已经学过了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词 抄一下 一个是Shme Jonathan Yonatan Yonatan的名字 Yonatan的名字 我们待会再抄 我们先把这个Shme 和May Iin 这两个说一下 May Iin What 就是Alef Jetaf 好 我们把这两个词 一个是 For more 从哪里 他记录一下 一个是Shme 这个上次我们已经学了 但这次再巩固一下 再次回答 我的名字叫 这次翻译为 我的名字 是吧 Shme 我的名字 所以大家把这两个词 这是 这次课的比较重要的两个词 或者词组 我们把它抄写一下 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对于词性的解释 因为蝙蝠有限的缘故 我里面就会写一些什么 一单三单 富阳等等这些词 这是简写 这个三富阳 第一词是 第三人称富数 阳性 所以它简称为三富阳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为了节省空间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Jem这个词 me是 Jem这个词是原型 然后加上 后面有一个 第一人称单数的词位 就是Ani的这个 Yod 所以Shme 是Shame 加上这个Yod的结尾 意思就是我的名字 所以在这里叫 一单词位 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什么叫一单元 可能是一单元 二单元吗 不是 第一人称单数的意思 这个三富阳也是一样 第三人称 富足阳性 就是Le 而且这个Le 纯是男性的 它是 在西伯来语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有100个女孩子 那她是三富阴 第三人称单数 阴性 但是这些人当中 只要有一个男性 这一群人就被称为 第三人称富足阳性 哪怕他全部都是阳性 都是男性 或者只有 有一个女性 或者是 几乎全是女性 但只要有一个男性 这一群人 所用的对应的这个词呢 就要使用到是 第三人称富足阳性 这样一个对这里面的一些缩写词的一个解释 免得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 大家操完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回到 回到刚才来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来练习 读一下 读完了以后 我们再会 刚才我们所朗读的内容 这个西伯来语的写法 来操写 我们先来读 稍等 好 首先是名字 Shmi Jonathan Shmi Jonathan 我叫Yanatan 我叫Yanatan 和前面这个Shmi Anna 是同一个句型 只不过就换了一下名字 Shmi Jonathan 然后 然后 Mei Anat Mei Anat 连起来读 Mei Anat Mei Anat 好 这是这一整个 这个句型的这个内容 Shmi Jonathan Mei Anat 刚才我们已经抄写了Shmi 和Mei Anat 那Yanatan 和Aat 是一个人名 一个是已经学过的 这个内容 就是你的意思 我们 我已经把这个读音 以及它的写法 放在这里 那我们 先看一下 它的西伯来语的这个 这个 评写 然后我们抄一下 西伯来语的这个评写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读音 我们刚才复习 我们按照这个复习 其实是容易一些 但是我们终究还是要 学习西伯来语的这个字母 是怎么写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前面两句话已经有了 这是我们今天复习完的两句 从第三句话开始 这个Yanatan的自我介绍 Yanatan的问句 在这里面 从右往左 Shmi 看看大家已经超过了 Shmi 是吧 在这里 Shmi Yanatan 这里看到Yod 字母 它是Yod 这里是Vav上一点发 这是欧家族 Yan Noon 下面一栏一树 就是阿家族的 所以是Nan Yon 这个Tav 发特的音 下面又是阿家族 以及后面的这个Noon Noon放在句尾 Noon放在句尾的话 它这个本来是折起来的 要扑下来变成堂的 所以是Yon Nana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 划分音节的话 这里要画一条线 这里再画一条线 总共画两条线 一共三个音节 Yon Natan 所以是Yanatan的这个名字 所以是Shmi Yonatan 这是第一句话 May I not 是第二句话 问题 问你是从哪里来 May I 这个Art 原来我们学过 只不过到这里面 它这个Tav 后面 加了一点 然后这里加了两点 实际上还是Art 没有区别 好 这个那我们 首先把 这个 这句话 我们大家抄一下 虽然我们这两个单词 按照单词表的方式 抄过了 但是放在句子里面 大家我们 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来抄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 对第一句进行练习 先抄写 基本上抄完了 那 我们就要对 第三行的这个内容 进行练习 第三行的内容 进行练习 Shmi Yonatan May I not Shmi Yonatan Shmi Yonatan 我叫Yonatan Shmi Yonatan May I not 你从哪里来 May I not May I not 连起来读 May I not 好 我们进入下一句话的学习 下一句话稍微有点麻烦 好 下一句话 我们先 先看一下内容 看一下这个拼音 大家先熟悉一下 这个音是怎么读出来的 那这个 在Yonatan自我介绍 并且问 你从哪里来的时候 就轮到安娜来回答了 安娜回答 安娜 May I not Zot Habgit 先知他的回答 他的反问 他的反问还是问你 从哪里来 我们先看前面这句话 安娜 就是我 我们现在看的是读音部分 安娜 我们把这整个这句话 我给大家拆一下 安娜 我 或者是 我是 May 就是从 后面整个 大家看的是一个完整 是美国的意思 我从美国来 安娜 这是这样的一个拼写 安娜 没 Zot Brit 安娜 Zot Brit 具体练习 我们待会再说 那我们因为上次课 我们学了关于美国的 第二种说法 在美国 是 Azot Habgit 这样一个说法以后 我们再回到这句话 上次学的美国的 这个页面 稍等 关于这个 学 Azot Habgit United States 它 这个 这个词 Azot Habgit 它是 有两部分来连接 连接在一起 Azot 的这个词 Azot 是土地的意思 是Lands 它这个是负数 这个单数是 Azot 上次我们学了 Azot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它是Lands Azot The Fact 就是 那 约定 的固定 反应过来就是 联合 中国 或者是美国 那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括号解释 是一个多个 这个州 或者多个国家的 联合 透过一个约定 联合在一起的 所以对这个国家的 这个性质 进行了一个翻译 所以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圣约之地 它是一个约定 这个约定 也是在 这个 Covenant 这个词 也是这个词 Azot Abrite 连起来读的 Azot Abrite 是美国 这个词 上次我们已经 对这个进行学习 我们现在就 回顾一下 它刚才读的是 Ani 我 May 前面有个 May Ani 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 这个地方加个 May 就是May Ani May 然后读美国 这个词 这整个的 这个句子的 这个一个句型 就是 整个句子 是这样写下来的 Ani Mia Zot Abrite 在读音的时候呢 我大概给大家 提示一下 这是在 西伯来语当中 很多时候 这个He 这发音 发 Abrite 但是在 句子当中的时候 很多时候 发的几乎听不见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连读 把 这和后面的 A 能够连在一起 按照正常来说 我们的英语里 是连不到一块的 因为它俩都是 语音 Mia Zot Abrite 应该是连不到一起的 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 它很多时候 如果 是 这个 A原因 或者其他原因 前面有He 的 跟前面这个 语音是能够 连到一起的 所以它是读成 Ani Mia Zot Abrite Ani Mia Zot Abrite 好 那上次我们已经超过这个美国这个词了 那我们 我们现在 回去把 我们回来把 刚才我们 学的这个 Ani Mia Zot Abrite 这个句子 我们把它抄写一下 因为这次抄的是没有 没有原因的 大家按这样写的 Azot Abrite 这个是以后我们未来 学的写法 我们目前呢 先抄这个 Mia 原因的这个版本 在这里 Ani Mia Zot Abrite Ani Mia 这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 把Ani单独拿出来 它就是我 我是 Mia 从 后面这一长串 都去美国 这样就好记了 你就 就把它 这个当作一个整体 Azot Azot Abrite 是一个整体 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名字 那 在抄之前 我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拼法 这个Alef Alef 不发音 下面一横 是R家族的R 所以这Azot 里面第一个音的 发音 就是从这里来的 Azot Azot 这个R 连在一起 下面有两点 表示这个地方是不发音了 A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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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di 发次的音 A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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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Vav上面一点 O家族 Alef 发特的音 所以连在一起是 A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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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右的话 把一变成长音一 这个tav 所以按照 刚才我们 就是拼写 就是拼读的那一页的话 确实就读成 A-R-T-Z-O-T A-T-Z-O-T 就是把这个音 用英文写出来 A-T-Z-O-T 这就是美国这个词 就这么长 因为这句话有点长 我们先把美国这个词 我们单读练一下 这句话 这个词有点难读 A-R-T-Z-O-T-A-P-R-T A-R-T-Z-O-T-A-P-R-T 连读就是 A-R-T-Z-O-T-A-P-R-T 但是它是分开来读 A-R-T-Z-O-T-A-P-R-T A-R-T-Z-O-T-A-P-R-T 我先来读一下吧 这样的话 大家对这个词会 有更深入的感觉和认识 谢谢兄 可不可以打扰一下 就是你的後面的詞 可不可以慢一點講 要怎麼拖運進去 就是怎麼讀音是吧 慢一點講是吧 對後面那 好的 好的抱歉 我可能講快一點 好 後面的詞 這大家都知道了吧 ALEF 這翻R 好像AR一樣 在英文也先翻R的音 再翻R 原來也是一個音 這是一個音 第二個音是TOT TOT 插底發呲的音 TOT AR TOT AR TOT 這個插底發出來 就是TZ 或是TS AR TOT 這是第一個部分 這是不D的意思 第二個部分 H 我們把H 放在一邊 它是一個定觀詞 就是 那個 特止 的的意思 發 REAT 後面是一個詞 後面這個詞 是約定的一次 我們把這個詞單獨 讀出來 REAT B REAT 這是RESH 跟這個例子一樣的 只不過這裡下面是一點 這邊是兩點 兩點是不發音的 一點是發 E的音 好像是 這讀出來是 有像RIT RIT 可以把它單獨拿出來 REAT 連在前面這個B的音 就是BREAT HABREAT 簡單的讀就是HABREAT HABREAT 好像H-A-B-R-I-T 我們把 如果大家 我們把幾個 連在一起 因為 大家需要把這個詞的 這個 音讀的這個詞 它該怎麼拼 大家可以寫下來 A-R-G-Z-O-T 是HABREAT 我回到那頁 回到那頁會更方便一些 回到拼讀的那頁 是這個 HABREAT 卡住了 稍等 在這裡面 這是它的這個拼寫的 寫法 大家可以把這個 先記一下 A-R-G-Z-O-T 這樣的話 我們再會再抄 美國這個詞的時候 就會提醒 它是這麼讀的 A-R-G-Z-O-T H-G-Z-O-T A-R-G-Z-O-T A-R-G-Z-O-T H-G-Z-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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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 先抄一下 因為 其他的 都不用抄 其他的 都比較簡單 就是 美國這個詞 該怎麼 該怎麼 拼讀 A-R-G-Z-O-T 從這裡開始 整個這個詞 整個這個詞 我們回來 我們還是把這個詞 要抄一下 在這裡 好 我們把這個完整的句子 A-Ni-Me-A-T-O-T-A-P-H-T A-Ni-Me-A-T-O-T-A-P-H-T 這個句子在這裡 我們要把它抄一遍 A-Ni這個大家前面已經有抄過的 現在再複習一下 把整個把這個美國這個都抄下來 我們把這個第四行的第一句話 第四行 第一句話 A-Ni-A-Ni-Me-A-T-O-T-A-P-H-T 剛才我們練了美國這個詞 A-T-O-T-A-P-H-T 現在我們要把它放在句子裡面 把它放在句子裡面來讀 A-Ni-Me-A-T-O-T-A-P-H-T A-Ni-Me-A-T-O-T-A-P-H-T 還是把它連起來讀到T-A-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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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 me asotaprit ani may asotaprit 这样的话 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我们把ani前面的ani may 读清楚了以后 再把美国这个词也读进去 整个这句话就 没有那么大的难度了 好 那我要练习一下 读 就看后面的部分了 这个今天最 最长的一句话 最难的一句话 我们就已经 这个 愣过了 ani may asotaprit 我从美国来 那他是 Yanadan这个弟兄 他回答了安娜的这个问题 安娜问他 me asotaprit 对不对 说错了这个 应该是 这个Yanadan问安娜 Yanadan问安娜 me asotaprit 说反了 这个安娜回答说 我从美国来 因为前面的问题是at 对方是女性 所以 这个 安娜回答说 我从美国来 这个时候安娜再反问一下 Yanadan me asotaprit me asotaprit me asotaprit 几乎是一样的 好 那大家就注意一下 唯一的区别是在at和ata的区别 这个下面的这两点 变成了阿加族 并且在左边增加了一个hey at变ata 这个前面第一个单词 me asotaprit me asotaprit me asotaprit 现在就把它都完整的写出来 这里面还有一点 下面还有两点 以及这个里面有一点 下面有一横因素 阿加族 这个就是me asotaprit 连读就是me asotaprit me asotaprit me asotaprit 这个是这句话的这个读法 因为前面me asotaprit 已经学了 我们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练习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学了第四行的 我从美国来 这个剧情我们已经学会了 阿尼 me 某个国家 或者是阿尼 me 某个国家 的名字 这个 Yanadan他的回答 就是我是从加拿大来 Animi Canada Animi Canada 这是加拿大 这么长一个词 加拿大 我先把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再 我们再超具体的内容 因为加拿大和美国 在单词表里面有 我们先把意思解释一下 所以 这个对话就是 我从美国来 你从哪里来 我从加拿大来 是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那我们先 先到单词表里看一下 稍等一下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词 在这里 那我们已经超了美国这个词 这个国家的这个单词 Azotaprit Azotaprit 美国 专用名词 美国 是吧 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把加拿大这个超一下 Canada 它是英译过来的 英文的Canada 比较像 但是我们在西伯来语里面 阿加族 Canada Canada 也是这样读的 所以 我们大家不能 不能玩 不能这个 跟英语的是一模一样 它是不一样的 它都是阿加族 所以它是读Canada 但是如果没有学过英语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不会受这个影响 所以反而可能第一次 就读对了 那我们来抄写一下 加拿大这个 希伯来语当中 这样写 Canada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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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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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实际上是非常高兴的意思 这是一个经常用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它暗含的意思是 非常高兴认识你 字面的意思是非常高兴 南韵是pleasant 美奥是慢 就是非常的高兴的意思 应该是南韵美奥 利哈基耶 奥塔和利哈基耶 大家如果还记得 《自我介绍》那一课里面讲的 怎么回答了 非常高兴认识你 他用南韵美奥 利哈基耶奥塔 他在这里就简单的 说南韵美奥 老师很高兴认识你 回答的是干目利 回答干目利的意思是 我也是 我也是什么呢 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 所以他实际上干目利 他的这个说法是 南韵美奥干目利 这是西伯拉语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说一个 长句子表达一个意思 能够用短一点的这个 句型 来表达 同样的信息的时候 通常就会用 短一些的 刚才讲到了这个南韵美奥和干目利 那我们回来看 回来看这两个 这两个单词的拼写 就我们都是学过的 南韵美奥我们是学过的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已经学过 在这里面我们就是回顾 这里唯一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就是干目利 干目利 干目的意思是 去 也是 利的意思是 for me 对于我 所以 他的执意就是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也是这样 或者是 更更具体的翻译就是 我也是 但是他是一个 是一个简略的说法 我也是什么呢 我也是很高兴 认识你 这是完整的说法 应该是 很高兴认识你 这个也是说 这个已经简略说了 发字面的意思是 很高兴 那他的回答是 我也是 所以一个是 南韵美奥 一个是 干目利 一个是南韵美奥 一个是干目利 好那 利我们前来已经学过了 在 他们叫我 十二 就是 已经学过了 这个 for me to me 等等 都是用的这个 他是两个单词 连在一起 利和安利 就是 对于我来说 或者是对我来说 那 干目的意思是 音乐 在这里 干目利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实际上这个 原来也学过 所以 这是完整的 这一刻的内容 跳过去 大家稍等 电脑出了点问题 好 那因为 后面的这个内容 是都学过的 刚才我们也对 所有的这个 对话进行了练习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音频 再听一遍 把比较 等于说是比较高调的 把整课的内容 用音频再过一遍 我们已经练过的 以及包括最后 男音没有的 虽然是 我们没有练 但是这个 这个内容 我们也都 原来都已经学过 也练习过的 我们把整个课 先听一遍 好 你從哪裡來? 我從 Canada 非常非常好 也對我 你好,這是我的衣服 很舒服 我的名字是安娜 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是雲南 这是上一次课以及这一次课 我们两边增加的所有音频的内容